哦 喂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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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喂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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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your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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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Reaction 好的 我來應廣大Boss們的要求 來做一期Reaction 當然 這也是我第一次做的Reaction 那會是最後一次嗎 當然不會是最後一次 OK 我也在网上都看过了 其实很多人都做过reaction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做 但是我想 或许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reaction 因为毕竟我是 毕竟我是 他们的dancer老师 所以我的reaction应该会跟他们不同 我可能会讲些当时我拍摄的一些事情 当然了是能播的部分 ok 不能播也不能说 以后还在混呢 ok ok 所以我们 开始 哎 哎 这我龙上 小眼神 哎呦真奇呀真奇呀 看到我没看到我没 哎 嘿嘿 let's go oh 我敢肯定啊 泽宇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是帅的 只是爬上半天前往触摸monster 不要上天走了 sup sup 看到没我狗哥这个邪校 看到没我狗哥这个邪校 check in everybody here you're adventure hasn't start again 说到八经目光指引你特别妖艳 but never ever lose it you'll go feed it 千里就像山海 永远没有尽头 当时我们这个鞋牌真的排了很久 老是站不对 老是站不对 哇天 余泽宇你真高啊 很像个巨人 来啦 好歹 子豪这力度可以啊 哎 怎么卡了 力度真可以 不得不说他们跳舞确实很牛 哎 哎 哦 这你能看这你能这你能这你能看成是大哥 一起唱歌 哪有鬼 you're playing 牠都走 ok oh tell me what you want vigna whatever yeah whatever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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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boom boom tなんか停了 我帮你也不算了 哇 哎呀哎呀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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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你知道吗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王家尔唱的你知道吗 这个嗓音真的 真的太绝了 不对不不 不对 这两下 哦哎呀哎呀哎呀 哦哎呀哎呀哎呀 比如说 哇这这点大哥 真的转 我不都不说啊 韩语走呗 拜拜点 别的雨的表情关系真可以 我从开始就说了 他绝对是知道 他绝对是知道自己是帅的 来了 嗯 狗哥杀疯了呀这一段 哎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狗哥不能这样 你怎么唱啊你怎么回事 你们看到一个小细节没有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啊 新龙这个发挥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这一下老帅了 撤 咬牙 看这一下这个小表情 真帅 这一段啊 这一段啊 当时是真的感觉下班很开心 看看大哥哎下班了 我忘了我 我忘了我当时是去说什么了 狗狗直接就往我身上吐 其实这个视频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所以说我现在在看他们不会感受到太惊讶 因为我会觉得他们的实力确实就该如此 可以跟你说一点好玩的事情吧 这个地方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这三下啊 你们仔细看我这三下 这时候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因为我我我 因为我韩语泽语 我们三个在左右 应该是左 左边的那个高台上 然后那个高台可能是因为运输过程中啊 你看 可能底下有磨损 所以我们那个台特别晃 然后我们当时也拿了很多那个 纸片然后去垫 但还是晃 然后还是晃 然后呢 我们仨沟通也就是 意思就是说呢 说这个地方又动脚嘛 看过教学的都知道哈 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脚呢轻一点 上半身动作大一点 别到时候这个才坏了 到学去失效 主要是怕这个这个坏了拍不了了 加班谁受得了 好到正式录了 到这趴了 我刚做第一个动作 我就叫他 砰的一声 我以为 我以为这个东西塌了一声 结果是你大哥啊 韩语 那个脚步啊 老老狠 然后呢 给我吓的呢 我这个手没打直 但是左边的泽语呢 一米八的大高个 然后胳膊又长 腿又长 他跳舞本来就站地面 然后我的左手又打到我 他才打到了他的右手 就给我吓到了 结果后面那两个动作 我都没敢做 因为我 我总觉得这个这玩意要塌 你知道吧 再看 我们这时候后台都清了对吧 因为后面还有一段副歌 所以我们要进去 那么 看 大家都上来了 给你们看 都上来了 都上来了 这个时候啊 我 滑了一下 你们下一秒会看到一个人飞奔跑上来 准备好 跑都真的跑得巨快 因为我当时 那个地上全是灰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板鞋呢 又没有那么防滑 我就 我发现录下也没有停 我就 OK 再看一遍狗哥 再看一遍狗 来 对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啊 你看 好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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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黄鞋呢 就是我 这个这个人 那么大高个 你知道是谁吧 余泽宇啊 他在这个这个部分 总是会踩到我的脚 然后呢 踩到我脚就算了 然后呢 我完事我就会说 我说余泽宇你是不是踩我脚了 啊 我吗 我就说你不知道我在你旁边吗 他说 你不在我旁边吗 然后第二遍的时候 我们再拍完这一趴的时候 我就站在我说 你别动 我说你看看是不是我 他说 余泽宇 你是我的神 其实当时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 我一时间也不能想起来那么多事 所以你们可以一大部分 比如说不光是关于boy story 包括我们工作什么什么状态 都可以问都可以问 都可以问 那么这个按reaction就到这里 当然boss们还说让我去看一下他们的出道专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Let's go 这是大哥吗 这 我说句实话啊 大哥现在长得更像成年了样子啊 这个韩语怎么越长越 越往小了长啊 感觉现在看着 得可爱 你们不觉得吗 别别别别别骂我韩语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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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帅 ok 嗨子豪 嗨 子豪是有自己自己个人风格的啊 我才发现我开的是外放 我带着耳机在干什么呢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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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 这是这是新龙啊 哎呦 这是新龙啊 感觉新龙变化是蛮大的 现在看确实看着像小孩 不过现在 已经是 是吧 我不都说 这歌好 可以啊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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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不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哲语 我就自己想笑 因为他因为他本人也很好玩 你知道吧 就是可能是天津人多少都带点幽默细胞 你知道吧 舒漾真的太可爱了 我的天哪 我要把它收了 我的天哪 我只需要灯光 就能给衣衫娘的 boy star 不是 不是 哎呦 狗狗 哇这是狗狗啊 狗狗变化蛮大的 二哥 二哥反而讲得像大哥你知道吧 我 还有一句说 长得是挺成熟的了 现在 那个娃娃脸 现在 现在真的肯定有点可爱 你知道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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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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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感觉子豪像像品狼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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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歌越听越上头 我发现他们的歌都是越听越上头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确实 不会sorry该被粉好吧该被粉 虽然我不怎么经常去看这些 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只单从舞蹈来 因为我也只能从舞蹈去给他们做一些评价 我是觉得真的这帮小伙子真的可以 而且我一个男生我也喜欢帅的 哎怎么怪啊 就是他们给我感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次的reaction 我是很舒服的 OK现在是2022年5月6号的晚上10点06分 然后我刚剪完了我的reaction 剪得我皮都皱了 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录结尾 我整个反应其实没有特别夸张 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他们有点熟了吧 结尾就是希望boy story能够越来越好 我希望他们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定会一直粉boy story的 如果他们有需要我的话我也会立刻去帮助他们 但是能帮什么咱也不知道了 咱进我所呢 城市长的路上至少我们会陪着他们走下去 也希望未来的路上我跟他们能够多相遇多交流 然后昨天直播的时候有人让我跳舞是吧 你们都说了我能不跳吗 好吧 我放在p2了 你们去看吧 点在过以前 我出我的工作vlog 相信应该是你们喜欢看的 我们下期再见